兄弟们辛苦了好几个月 终于我的晚南穿葬馅之旅 这个梦想算是达到了 开车来和骑摩托车来 绝对是不同的感觉 你开车吧就像一幅画 你再看这幅画 而你骑摩托车呢 那个感觉完全就是在画中游 这个贝纳利502骑了一年了 现在跑了六千多公里了 有对他满意的地方 也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 咱们今天把这个车再总结一下 其实我再说一个今年的小目标 今年的小目标 把这个和我们家女神 都换成其他的车 咱先说说这个车 你要是论外观威武霸气 那绝对属于贝纳利502骑 我今天有这么一句话 它是国产中排ADV里 个头最大的 这句话绝对是名不虚传 你像我们在高速上 那好多开车的那小司机过来之后 都围着我这个车转 转两圈之后问 你这车多少钱 当我给他落地只需要花5万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那种惊讶的眼光看着说 你这个外观绝对是像20万30万的车 20升的油箱 在市区里的话 续航稍微短一些 我在市区里其他基本上是5.6到5.8个油 如果是跑长途的话 它的续航能力还可以的 大概是在极限公里 极限公里是在450公里上下 你要在市区里骑的话 基本上就是350公里左右 毕竟它的整倍重量255公斤 你再结合着它的这个动力 和其他的那些大排车型相比较起来 我觉得500级别的这个中排拉力 是最适合咱们普通人的 因为你像我嘛 我也不可能天天骑着它 全国各地跑 我好多时候都在市区里骑 你说我搞个800排量的 甚至公升级的 那个耗油量我又接受不了 你想这个吧 5.6个油我完全能够接受 你跑长途的时候吧 要动力吧 咱也有 当然你比起那些大排量的 确实你上超车的时候 90到130那一把的动力 不如那些大排量 我觉得我对于500级别的这个排量 还是满意的 作为一个500级别的车型 贝大利的502X 给我感受最爽的一个地 那就是跑高速 真的太稳了 急速我没有试过 我胆子小 反正我试到跑150的时候 这个车身一点都不发 飘而且车把也非常非常的稳 这是同类某些品牌里完全做不到的这一点 另外呢 你看他这个车身大 车座也大 因为我们很少带人 你如果说有带人的需求啊 兄弟们 你看这个大车座 我后边这么一个大包 我坐在上面 你看我这个块头 坐在上面依然不挤 这是其他同类那种一体式的那种车垫做的那种车型 能够做的吗 那个完全是做不到的 而且哈502还有一点哈 我其实好多车我喜欢改风挡 你看502的这个风挡 我就没有改 我就认为哈 这个不高不矮刚刚够 如果说你对你的风挡 还有那么一丢丢需求 那你可以要一个稍微高一点 多出来的那一块 你们是喜欢车把宽的 还是喜欢车把窄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哈 我喜欢车把刚刚好了 你看我这个 我觉得这个车把对于我这个肩膀 我这个肩膀其实相对来说都有关哈 我这个车把坐在上面 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跑长途啊 在国产中排拉力里的 绝对是 那么多 你跑长途 跑长途最重要的一点是 跑长途是不累啊 是腿部舒展的空间 要舒适 而且包括你这个坐姿 包括你的这个风阻的 保护这一块 贝纳利的502X 绝对是一代经典 配置方面 我觉得对于贝纳利公司来说哈 502都已经失宠了 不要说我个人了哈 因为他们现在主推的是什么702 我看前段时间搞了一个活动 什么TRK大队 怎么装 基本上都是702的这个车主 因为502从2016年上市 到2023年 大家数数多少年了 其实说到这里啊 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题外话 那就是咱买车 买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你买末代的好 还是买初代的好 一般好多人说嘛 我买第一代的产品 我担心它质量有不稳定的地方 那反过来说了 你要买最后一代的产品 可能又有人会觉得啊 这个车是不是要换代了 你确实是这样 你像我这个502 呃 499cc的排量 到现在 以这个35千瓦的动力来看 在一众500级别里 那已经 这个数据已经落后了 你买车 你不能说 把这个考虑的 啊 你这个车的有缺点 那个 我举个例子吧 哈 好多人说 啊 凯车525 跑快了 发飘 那又新说的呢 无极电子525X 你的这个油箱容量小 下边还没有护板 你反过来还说 你这贝纳力502 过去那个减震爱露油 兄弟们 我想和你们唠唠哈 你们知道本田400X吧 那个余安的减震 是不是也露 1600一根 我旁边有兄弟啊 换两条了 那至少看 我现在我跑了这个 TVB的减震 502上 我跑了六七千公里 这个完全没有漏油嘛 这个我还是挺满意的 其实我也略带遗憾的是哈 据我所知 好像502X 不会有2023款了 在这里啊 我也想给这个 贝纳力啊 贝纳力不属于前辆公司吗 提个小建议 这么一个经典的车型 你如果现在 就把它放弃了 未免 太可惜了 咱可以把这个发动机 有人说异部双缸的好 有人说同步的双缸好 咱向市场妥协一下 咱把发动机换的 还是在500级别里 把这个参数调的更高一些 动力更大一些 把整体的车身嘛 略微减轻一点 就还有